曾定今天结婚,李晨范冰冰却不见踪影,冰冰工作室终于发生。 熟悉李晨和范冰冰的网友一定还记得,去年李晨向范冰冰求婚的时候就曾经说过,两人会在2018年结婚,可是现在2018年已经过去大半,却迟迟不见动静,而且要知道在今年上半年,李晨就曾经说过很有可能是今天8月8日结婚。 曾定今天结婚,李晨和范冰冰却不见踪影。 之所以说李晨范冰冰不见踪影,是因为6-7月份范冰冰都没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生,几乎是完全隐身状态。 李晨也是罕见得相当低调,在拍摄完奔跑吧,兄弟收官之作之后就销声匿迹。 有网友爆料说,李晨现在正在美国拍摄《七月生》,估计是忙得没时间结婚。 可是小编特意去发微博,发现《七月生》剧组官微也已经停更一个多月,也就是说李晨在美国参与了《七月生》剧组的开机仪式之后,就很少有动静了。 该剧组没有组组,也没有剧透照发出,所以李晨究竟现在是否在拍戏,还不得而知。 不过范冰冰冰目前确实是隐身状态。 不过近日范冰冰工作事却终于发生了,要知道在范冰冰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,她的工作室都第一时间出来维护她。 无论她牵扯到任何传闻当中,范冰冰工作室都会忙着碧摇,尽管所有明星工作室最头疼的就是造谣一张嘴,碧摇跑断腿,可是范冰冰工作最热衷于碧摇。 可是就在范冰冰丑丑门缠身的时候,她的工作室时隔一个月终于发生,却不是为范冰冰避摇,而是发了一条公益信息,不禁让网友大跌眼镜。 联合之前某著名主持人曾经炮轰冯小刚、王忠磊、刘振云、范冰冰等人扎堆做公益,疑似要洗白,冰冰工作室发出的这则公益新闻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 不过现在网友更想看到的是范冰冰和李晨结婚,因为从去年求婚成功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大半年,2018年也已经进入了收获的季节,可是范冰冰和李晨竟然迟迟没有动静,开始让人怀疑这段感情。 不过就算正在被调查,应该也不影响婚姻大事吧。 不过说好的今天结婚,却根本没有下文,也是让人感觉很失望。 不过范冰冰和李晨的爱情,我们是永远抱以祝福状态的,毕竟有情人忠诚眷属,婚姻来的早晚没关系,陪在身边的永远是那个人就对了。 让我们一起祝愿范冰冰冰和李晨能够尽快度过这段时间的低沉期吧。 本文由笑谈风华故事原创,欢迎原创,带您一起尝知识。